新北市采访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看特别的家具 每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家具大展 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家具展之一 今年参加的厂商加速飙升了20% 台湾厂商当然也没缺席 其中台股上位厂莱斯达不但每年都会参加 还在同一时间在金沙酒店举办大型的私人展 光是三天的展席就抢下了上千万美元的大单 来自全世界的面孔 汇聚在新加坡的IFFS家具展 由于位处东南亚核心 新加坡成为亚洲家具商进军国际的前哨战 无论是充满东南亚风情的单品 还是原木简约风 甚至是独居一格的设计师作品 在这里都找得到 来自菲律宾的家具商把原本藤边的材质全换成彩色铁丝 来自瑞士的国际买家正准备下单 被一头来自泰国的美女家具商也积极争取曝光机会 IFFS展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家具展之一 当然也看得到台湾人的身影 像是这一张亮色沙发可是高级邮轮专用椅 所以像这个皇家加勒比海号 你会看到类似的 我们稍微修改一点 像这种邮轮椅都会有哪些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要很省癫癫的 因为邮轮怕晃动 它家具假设太轻飘的话会移动 这不是说想象中邮轮的家具 要把它固定在甲板上不会的 所以说本身就比较重 另一家台湾厂商莱斯达则是出奇州 靠一套吊在空中的特价沙发 当船带路货 把探展人潮吸引到自己的展区 同一时间来自台湾的家具厂商 也在金沙酒店租下了这500多瓶的展场 吸引了很多国际买家 以不可思议的价格打败对手 就是莱斯达的成功秘诀 主打的这一款仿皮沙发 六人座离岸价199元美金 光是三天的新加坡展席 预期接单超过一万套 而另外这套木座家具主 包含床架 两个床头柜 还有书装台 以及衣物柜 卖给批发商的离岸价 五件事只要299元美金 我们只希望卖给大客户 卖他一款产品 卖他一个颜色 这样我们最单纯 这是我们公司是极简单的公司 全部台湾的零售业 卖沙发的 类似这一套的 一年卖两天套 我们一年卖10万套 把卖家具当成卖可乐 透过大量订购 就能把成本压低 莱斯达把博利多销 这句话实践到极致 不只做大坎生意 今年6月份 即将透过天猫 超宝等网购平台 把家具卖进中国 这很难卖的啦 一送进去说 这个颜色跟我往上看的不对 跟我电脑不对就退了 那怎么办 然后东西已经包好了 在你家拆开来 你说不要了 我就包不回去了嘛 那一套等于是完蛋了嘛 这个观念就是说 好我就只买只卖这一款 其他都没有 你要我也没有 但是便宜到 你就没购 最不敢这样就掉了 就只能这样 这是我们的破解之道了 以基本款打下市占率 但是就算衣柜里头 不可能只有一件衣服 通常国际买家来下单 不会只买一套特价沙发 还会继续购买其他的家具 这个时候就可以冲高获利 当然不只有最基本款的设计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新品 像是这一套皮沙发呢 靠着的地方打开来 居然还有头灯 可以帮助阅读 而且呢 不止如此 这个沙发不只可以这样子做 里头还有一个电动开关 绑造的就是飞机头等舱的设计 可以直接平躺下来 光是这一次新加坡展 总计就接到破千万美金的订单 买斯达集团 目前在台湾是上柜家具商 去年合并营收56.79亿元 EPS4.71元 今年打算首度发放4元现金鼓励 法人估计随着全球家具市场增温 预估2015年营收上看75亿元 年增率超过三成 台湾子公司的总经理们 新一色都是外国人 这个来自台湾的家具品牌 早在欧美市场站稳脚步 如今回到爆发式的亚洲市场 明年还要力拼百亿营收 取决李若杰图帮您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赶在截止日之前 台湾正式提出希望可以加入亚投行创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